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模拟器 到时候在执行的话呢 才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Google API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之外 还要去跟Google申请一个什么呢 Google API Key 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申请一个Google API Key的话呢 那你也没有办法去正确显示出地图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这个只要一个流程 做错呢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地图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申请这个Google API地图 这个部分的话呢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算是还蛮 动作 蛮复杂的啦 网路上其实也有人 做一些分享 不过我发现呢 这网路上的分享 有些其实也不合用了 因为最近 上上礼拜吧 Google API的申请方式 又有做一些变更 所以如果说 有些书或者是网路上的资源 没有更新的话 那你要做Google地图的 这个APP也会有问题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因为我最近呢 在教学上面呢 我也有刚好教到这个部分 那我也做了一些整理 所以如果说各位要找 比较详细的 你们可以找一下 比如找一下吴老师 会看到我那个 我那个部落格 我教学部落格 那应该会排在第一个啦 OK 那把它打开来 你搜寻吴老师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的排名是在第一个 OK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面 打开来之后呢 在我上个礼拜六 有分享 因为我刚好有教到 这个部分 那刚好呢 蛮多地方 刚好也刚好 交到这个Google地图 所以呢 我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也就是说 等一下你们只要把 这七个步骤做完的话 那基本上地图 才可以看得到 七个步骤 那这个七个步骤 其实非常的惊讶 那其实我甚至建议各位 你如果将来要做地图的话 这七个步骤 你甚至要把它 写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以后的话呢 你就要照这个七个步骤来做 保证做得出来 OK 另外 最近我也看了一下 那个搜寻 我最近看了一下 我那个搜寻 有一个关键字叫Enjoy 因为我 最近 教Enjoy 然后分享蛮多Enjoy的教学 所以如果说你查一下 那个Enjoy教学的这个keyword